本来要去高山一回头 你看这是啥 原来在我家附近有X光 我还说前期找点铁 咱们做铁装备呢 可拉倒吧兄弟们 用X光来看一下这个矿洞 脚下居然有钻石块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X光给烧了 做把稿子 直线挖下去 我就能用上钻石了 兄弟们 这么好的消息 我只告诉了大家 那么接下来 我要做一把X光稿 众所周知啊 X光稿的耐久度是上万的 所以拿了X光稿 我就可以开启什么样的玩法 那就是连锁挖矿法 烧矿的时间有些无聊 手里正好有四根魔法 四云四野草 再加上看视频的你们 兄弟们 请借我十年单身 那就是二楼 来把武器如何 金苹果也不错啊 兄弟们金苹果也能忍 破木头就不要了 二楼 你是我亲哥呀二楼啊 这什么剑呢这是 无尽混沌剑 神版本兄弟们啊 注意这是神版本 汇聚了天地之精华 至尊拥有神器 至高无伤 而且拿在身上的话 保护是无限的啊 拿在身上保护无限 然后右剑开启绝对防御 加无限伤害 哇 这就是混沌剑吗 太厉害了 这七二楼会是谁 咱们不知道 不过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可不要忘记点关注 啊 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 记得点赞视频 我爱你们 祝大家节假日快乐啊 最后一个四叶草 我也忍不了了 就把它开了 丢灵 你看这boss的化石 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这什么呀 盐矿石 我还以为化石呢 外星人 搞两个外星人玩一玩 到时候这两个外星人 复活出来长什么样子呀 现在连锁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挖煤 哎 煤来了 煤呢 可以做火把 我们下矿 肯定是一抹黑呀 对不对 你没火把能行 肯定不能行啊 现在我们就有了火把 然后食物放在 这都不一只 我看看 我看看啊 铁也是需要的 不过我真不想要这个铁 大家看啊 54个破铁框 这铁框肯定是不值钱的 我现在更想做的是什么 赶紧把那个钻石挖到 直线往下挖 下面有框洞 兄弟们 信我 手机版叶峰同款组件 认准MCS 叶峰工作室 你想玩的 这里全都有 哇 看见妖塔了 大家看见没有 有妖 有妖气 那个妖塔里边 分为九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怪物 现在我们就不跟他们一般技巧 我们主线任务是下去挖钻石 嘿嘿 真的有钻石 兄弟们 真的有钻石 并且这里还有X光 太好了 我一会儿先烧三块铁吧 感觉自己挖不到铁块 大家能看到周围有铁块吗 我看见了 呵呵呵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烧铁了 太棒了 还有绿宝石 无愧是贤女泰坦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资源吗 小米户了 这这这这 这钻石 What the hell 一会儿穿上钻石甲 现在先把没有用的东西扔一下 比如说像铁矿 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用了嘛 哎 凋零 凋零这不小心扔了 不好意思 凋零不能扔 这些是可以扔的 这两个化石要留一下 锄头就扔了吧 至于煤矿嘛 可以留 我觉得是可以留的 现在我们上去先接铜水 顺便合成一下 比如说煤矿太多了 这个合成一波了 对吧 这就合成好 然后接铜水 这个也扔了 矿物资源太丰富了 都不用去蚂蚁世界了 我觉得 这主世界 我忘了 加的泰坦生存 那能没泰坦吗 对不对 哎呦 全是这么多 哎呦 天呐 全是宝贝 全是宝贝 呀 这还有钻石 而且是钻石块 我太富了 兄弟 太富了 X光 我如果X光数量足够的话 都能做X光装备 这是什么 这是哈肯点母吗 兄弟们 我这什么狗屎 就是有水 想把把这水给接了它 有这个水在 咱们不好挖矿呢 你是哪流下来的 飞流直下3000尺啊 你这是 兄弟们 咱也不用上去接水了 把这桶水撂倒 咱们一举两得 又能挖矿 水又给解决了 这点EMC值得够做便携室了 我去 泰坦 现在见了 我不得害怕呀 不得吓死啊 兄弟们 不得吓死啊 好 给点我 我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